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办理 叙利亚自由军一直同叙利亚政府军交战 目的是要推翻阿萨的政权 如今他们加入了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事 那么在这同时呢 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人员 也是在星期三飞抵 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机场 最后在土耳其安全部队的掩护下 赶赴了叙利亚的边境 再有另外一些武装人员的车队 也在星期三驶住了土耳其境内 车上的武装人员配备有重型武器 一名曾经呼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考虑辞职的香港政协委员 星期三被北京免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中国的全国政协常委会首次引用政协条例 指该委员的违反全体决议 决定撤销香港自由党党首田北俊的政协委员职务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精英VOA卫视的报道 田北俊上星期五表示 现在香港政府管理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跟梁振英有关 并表示香港有可能将陷入政府无法管制的状态 认为梁振英应考虑向中央请求辞职 田北俊星期三说 他接受和尊重中央的决定 同时将辞去自由党党 我因香港正在变得难以治理 而呼吁或敦促特首梁振英辞职 根据政协条例第29条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接受他们的决定 他还说 他很高兴以立法会议员和自由党党员 而不是党魁的身份来参与公众事务 为香港做出更大的贡献 田北俊属于支持北京的建制派 他2012年代表自由党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 当选为新界东地区的直选议员 美国之音BOA卫士报道 俄罗斯在美国火箭升空爆炸后几个小时 从哈萨克斯坦成功发射了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一艘无人飞船 一枚联盟号火箭携带着进步57号货运飞船 星期二从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升空 预计今天晚些时候和国际空间站进行对接 星期二 一枚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和设备的无人商业火箭 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大西洋海岸外的 瓦勒普斯岛升空几秒钟之后爆炸 这次爆炸事件没有造成地面人员受伤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士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美丽互动 大家好 我是十字大谈主持人黄耀毅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十字大谈将在机器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E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士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V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十字大谈节目当中播出 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有问必答 我们这时尚见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时大家谈 下个星期二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 这次选举对于决定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掌控权 对于预示两年后 谁将入主白宫 对于确定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走向 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中期选举有可能 重新划定美国未来政治版图 那么今天的时代交谈节目呢 就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美国国内政治的专家 为您解读今年中期选举的意义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呢是社会学者 美国政治观察人士 龚小夏博士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国会记者杨晨 我们欢迎两位 与此同时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 好在讨论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篇 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的背景报道 11月4号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 这一天呢 美国人要选出众议院 435名议员 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一 也就是33位参议员 还有36个州要选举州长 46个州要选举本州的议员 另外许多地方也要进行 本地的各种选举 那么选举结果 对未来两年的美国国内国外政策 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先看一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 带来的一篇背景报道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战场周之一 是北卡罗莱纳 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黑根 与共和党挑战者汤姆地利斯的竞争 处于胶着状态 当地选民和全国选民一样 关心的议题五花八门 对我来说 经济是头等大事 还有国家安全 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享受平等教育 米拉克以及其他外交政策问题 还有国土安全 这些对我很重要 美国有一句话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多数民调也显示 在中期选举中 美国选民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是经济和就业 在华盛顿近郊维基尼亚州的一次 与华人选民见面的活动上 正在挑战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纳的 共和党候选人 吉利斯皮推出的经济增长计划 第一条就是以共和党的计划 来代替奥巴马医保 吉利斯皮认为 奥巴马医保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维基尼亚 不管我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人们担心奥巴马医保的影响 今年有25万人 将由于奥巴马医保 而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 为了吸引少数族裔 吉利斯皮的竞选班子 还把他的经济增长计划 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 奥巴马医改在2010年通过 随后共和党 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 掌握了众议院控制权 此后众议院数十次通过法案 试图推翻奥巴马医保 2013年还导致政府关门 民主党人则认为 推动移民改革对经济有好处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塞拉说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 不仅经济会好转 家庭不再分离 我们的边境和国内安全也会好转 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维斯特说 除了经济 今年的中期选举 外交政策议题也相当受关注 经济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不过人们关心的还有外交政策议题 包括恐怖主义威胁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引发极大的关注 美国人还担心埃伯拉是否会引起一场健康危机 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 经济与外交政策都非常重要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 目前有41%的美国人担心 自己或家人会感染埃伯拉 分析人士说 政府对埃伯拉的应对 会成为影响中期选举结果的议题 也有很多美国选民 更关心堕胎等社会议题 并以此来决定投谁一票 在竞争激烈的北卡洛莱纳 选民玛丽莎里德 支持妇女选择权 因此她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黑根 玛丽莎穿着50年代的衣服 讽刺共和党人思想落伍 女性选民觉得 共和党的政策脱离现实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 塔米·菲茨杰罗这样的反堕胎人士 则支持共和党挑战者蒂利斯 北卡55%的人是维护生命派 特别是在保守派选民中 这个数字大约为70% 奥巴马总统2008年赢得了 北卡洛莱纳 但是2012年 北卡转了红色 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 分析人士说 今年参议院席位的一些激烈竞争 都在倾向于共和党的红色州进行 因此对共和党人有利 或许有助于共和党夺取参议院控制权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 刚才小夏我们介绍了这个杨晨做一个背景报道 介绍一下今年的中期选举 先请你谈一谈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叫做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什么时候举行 它对美国一般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美国是每四年一次总统大选 在四年中间的 就是等于第三年的时候 就进行所谓中期大选 这个选举并没有选总统 但是它会就是国会是两年选一次 所以它要选国会 另外参议院的任期是六年 每年改选三分之一 所以中期选举一般就是选全部国会议员 三分之一的参议员 另外各个州都会在这个时候 选举它的议会或者它的州长 所以今年选州长的州非常多 一般的中期选举 都是对两年以后总统大选的这种可能结果 做出一下预示有这种可能吗 很难说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像2010年中期大选 那么共和党一下翻盘 在众院夺了60多个席位 但是2012年 票又投回给奥巴马了 所以但一般来说到六年这个周期 他们说六年之痒 六年这个周期的时候 他们选民队已经当了六年的总统 会有一些厌烦 对有一些够了的样子的 所以对另外一党很有力 但是如果这回共和党把参众两院都拿了下来的话 下边两年如果是议会和总统再打的话 不知道谁反谁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说美国民众的参与程度是怎么样的 就是相比总统选举的这个年份 那么它的这个比例有没有一个统计 一般就少一点 中期选举参与的成分 经常是不到50% 就是合格选民 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登记过的选民参与率 因为只有80%左右 75% 80%左右的合格选民有登记 那么呢 登记选民参与了百分之六十几的样子 但是一般来说 中期选举谁不看谁去谁不去 非常生气的会去 不那么生气的经常就忘了去 所以呢 就是中期选举谁要惹的老百姓生气了 那谁就谁就会有可能失去选举 是杨诚 那个刚才我们谈到了 今年呢 跟所有的中期选举一样 435位众议员都要 这个在投票的这个名单上 那么在参议院33位 参议员要 这次要是选举的对象 一般的认为 民主党人要在众议院翻盘 重新掌控 多数党的这个领导席位 是不大可能的 参议院今年怎么样 对 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说 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众议院的控制权 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需要17票 多得17票 他现在 就说众议院还有一个特点 他跟参议院不一样 他这个议员两年就要选一次 所以他们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回 他跟选民的接触是非常的频繁 而且他们这个重新当选的比率非常的高 超过90% 那个现任的议员 众议员 只要你说我还要重新 我还要竞选连任 那现在有一部分议员 他是宣布退休了 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 弗兰克沃尔夫议员就退休的 除此之外就其他的这些众议员 你在你的选区一般都比较安全 所以今年这个民主党就说 如果你在众议院翻盘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 那么参议员我想说一下 就是小夏刚才介绍 有33位议员要竞选连任 那这个连任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州有两个参议员 但是这一个州不可能同时 有两个参议员竞选连任 只是有一个 那么今年大家都认为说 今年的选举对共和党有利 就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选民 对奥巴马的这个政策非常不满 他的这个支持率比较低 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选举 是在这个比较红色的州里进行的 比如说像阿肯色州 红色州代表一般人 代表共和党比较支持的一些州 阿肯色州了 还有阿拉斯加州 这是非常危险对民主党 因为现在那个 他的现任那个议员 在竞争的是民主党人 所以他丢掉的话 就是等于民主党丢掉一席 如果共和党人夺取了 就是他竞争一席 他现在需要六个席位 就会拿到这个多数 那现在参议院是这样的 就是有53个民主党人 有45个共和党人 另外有两个是独立派 但这两个独立派呢 实际上他们都是 都是和民主党一起投票的 所以现在共和党 对竞争六席的话 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这些州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不要说那么细 比如说新汉普什尔州 这个参议员 他本来是一个 很稳的席位 就这里有一点像 风向标的意思 就说明今年 就是他如果输了的话 因为他在他那个州 应该是很受欢迎 他做过州长 对吧 叫沙新这个议员 这个女议员 他在前几个月的民调里 都是领先超过10% 但现在就被这个 共和党人奋起直追了 这个布朗这个参议员 也是很有名在美国 这也是个很传奇的一个 一个议员 一边的民主党 最后两个点 对 所以我就看到 今天早上的 Royal Politics 它这个上面的 它的数字是 民主党人 有可能获得45票 共和党人 有可能获得45票 另外有10票 有可能 是两边都有可能来发展 所以仍然是非常的焦点 对他现在大家就关注 这几个可能导向任何一边的 那我就举这个 新汉普什尔州的例子 就是说 你说明这个局势 对民主党人多么不利 因为本来 它是一个很稳的一个席位 结果它被这个 共和党人追上去 大家就说 不是说人们对这个 沙新这个议员不满 他其实是 这个比较受欢迎 他又做过州长 有这么大的知名度 为什么在这个州 被这个共和党人追上来 就说现在这个政治气氛 对民主党人非常不利 是 有点敌意的 政治气氛就是说 他们到底争论的是 哪一些这个焦点问题 那么你觉得 哪些问题是关键的 就使得 普通的民众对 倾向于对这个民主党人 不满 甚至是愤怒呢 现在你看每一个竞选 对不对 我昨天和小夏 刚刚去看了一个 这个辩论 非常的有意思 是就在 维基尼亚州的一个大学 它这个辩论很有特色 是因为它是两个教授对决 这两个教授 是从同一个学校来的 然后他们俩在争这个共和党席位 而且其中的一个就是 当时把那个坎特 众议院那个多数党的领袖 把他打败的那位教授 是布拉特教授 他这场辩论 虽然只是一个共和党的 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席位 但引起了 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大家都对他很有兴趣 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看到 哇座无虚席 而且都要票进去 还进不去警察的手 对 就是这么一个很地方性的 好像是有点选举的 吸引这么多注意 媒体也非常多 控制得非常严 那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词 就是奥巴马一保 对 而且很有意思 是大家都要跟奥巴马脱钩 对 就民主党方面说 民主党方面的议员 甚至在就是竞选人 甚至做广告说 我不是奥巴马 你们不要把我跟他联系起来 对 共和党 你们就是奥巴马 你就代表奥巴马 奥巴马反而成为一个负资产 我想让大家 你现在有没有兴趣 看一下我做了一个短片子 好的 既然谈到了奥巴马 对 既然我们再说到这个竞选的话 你想如果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会拉谁去为你助选 总统 对 保身 对 你想总统来帮我助选 但是呢 这是很不幸的是 我觉得在很多民主党候选人 尤其在这些 处于危险状态的 这些州的候选人 民主党候选人 他简直就是要躲到奥巴马 说我跟他距离很遥远 我不是他 所以我做了这么一个小片子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背景 我不是巴拉克奥巴马 我和他在枪支 煤炭与环保署问题上 立场完全不同 这是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院 民主党候选人 爱利森 伦德根 格莱姆的竞选广告 他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 试图挑战现任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的竞选广告 则反唇相近 爱利森格莱姆说 这次竞选的重点 不在于他对奥巴马总统的支持 但是奥巴马本人都说 投票支持爱利森 等于支持他的政策 目前奥巴马总统支持率低迷 盖洛普民调显示 只有42%的人认同他的政绩 一些民主党候选人 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战场州 害怕受到牵连 有意与奥巴马总统保持距离 在北卡罗兰纳州 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黑根 试图击败共和党人 汤姆蒂利斯的挑战 保住他的席位 汤姆蒂利斯竭力要把 黑根参议员与奥巴马总统 联系在一起 我一定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 黑根参议员在96%的情况下 都投票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政策 黑根参议员反驳说 总统并不在选票上 这场竞选是关于谁有资格 在美国参议院代表 北卡罗兰纳州 不管奥巴马总统是不是在选票上 他的政策都会成为 中期选举讨论的话题 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好 刚才是杨晨 非常有意思 就是现在的民主党的竞选员 纷纷拉开和奥巴马的距离 昨天晚上很好玩 我们在听两个辩论的时候 一边就说奥巴马的 就共和党说奥巴马的政策 那边说奥巴马不在选票上 我在 后来他又说 希拉里说了什么 希拉里也不在选票上 是 除了奥巴马这个健保以外 其他的美国选民 现在比较关注的话题 有哪些通常都是经济 现在目前的美国的对外政策 伊斯兰国 还有伊波拉等等 也在民众当中 引起了很多恐慌 是不是选举的时候话题 都是 现在选举就是有几个 对选票影响很大的关键话题 第一个是移民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拉美裔的移民 拉美裔移民的公民 是大量就70%多的选票 是投给民主党的 那么上次奥巴马选举完了之后 他的允论 他的承诺 就是要进行全面的移民改革 而且奥巴马还甚至说 就是说我要这个 不要理国会了 我就自己用行政命令来改革 结果这个事就没做 这个没做呢 就使得拉美裔的大量选民吧 就对奥巴马就产生不满 他们可能是不投票 甚至转去投共和党的票 然后这经济问题上呢 就是非洲裔选民 现在是唯一的一个主意 是还是在85%支持奥巴马的 但是经济情况不好呢 使得非洲裔的失业率非常高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民调数字 还说美国有60%左右的人 认为现在经济状况仍然不好 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是经济 说复苏了几年 但是呢现在大家还认为经济不好 所以这个对现任总统很不利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你刚刚谈到非洲裔选民 虽然80%以上还支持奥巴马总统 但是他们也有个倾向 好像是中期选举的时候 也是有统计 就是非洲裔选民很少出来投票 所以这些都是对民主党非常不利的 那谈到这个 就是说哪一些议题民众最关注 当然你根据民调就说永远是经济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民众关系的谁能把经济搞好 但是你涉及到每一个 单独的民众的时候又很有意思 你问他你投这个 你为什么投这个人票不投那个人票 他有的时候又是很简单 或者说我就是喜欢这个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好 或者有的选民是他根据单一的议题 你看我们刚才谈到 有些就这个社会议题也很重要 像这个堕胎 每一次美国的选举都离不开这个话题 美国人吵了多少年几十年了 这个话题还是起到一定相当一部分的选民 就是你支持还是反对 他真的有这些人 他就是被称为这叫什么单一议题这个选民 他就是我就根据这一个 我觉得我就根据这个我不投你的票 或者我投你的票 那么想象你个人认为就是奥巴马总统 他的政绩是怎么样 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认为就是最近这两年 他第二次选上以后吧 他第一次选上的时候呢 奥巴马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 有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 特别是医保这方面的这些行为 但是呢第二次选上以后呢 就基本上有点无所作为了 而且因为奥巴马总统那个高尔夫打得太频繁了 所以呢就经常就是受到一些指责 包括民主党内的人很多批评他 所以最近呢就说在这种情况下 不光是共和党人 民主党人对他的批评也非常多 第二任期颇压总统啊 经常会出现的这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所以美国总统做四年有点道理 是不是就四年一任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的民调也很有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在布什第二任开始吧 对外政策就一直是被美国人觉得实在是要忽略 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谈 咱们都烦了的问题 但是呢最近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出现吧 对外政策在很多选民的这个选择上 成了非常靠前的一个议题 这也非常重要 是那个杨晨 谈到第二任总统 一般都认为第二任总统反正他没有包袱了 我不能在第三次参加选举了 所以他反而会做出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 那么欧巴马他前几年做了医疗保险这方面的改革 然后他又宣布要在今年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移民进行改革等等 但现在很多的东西并没有实现 刚才莎莎也谈了 是什么 是究竟两党政治之间这种相互的拖后腿 因为现在众议院是被共和党人主持多数 还是奥巴马本身他在领导这种能力和以及领导的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奥巴马总统经常被批评的一件事 就是说他和国会的关系不好 在他当总统以来一直有 当然他们私下他和这些国会议员有什么样的沟通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确实是一直被诟病的一件事 就是他和这个国会的议员们保持的距离 甚至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也觉得很不满 当然这个推动任何的政治议题 你可以说对他不需要竞选第三次了 所以他没有这个包袱他可以推动 但是总统我不知道他能 比如说这个移民改革 他如果用这个行政命令的话 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后果 就是现在新担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这个麦卡锡议员最近就讲了一些话题 就是挺有意思的 他也是说 他说这个共和党人必须要团结起来 就是他今后几年 在他领导下的共和党人是怎么样 他们的目标是说要2016年夺得这个白宫的宝座 他说如果你现在共和党不进行一些改革的话 那可能2016年的这个总统宝座就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他谈到这个移民改革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所松口 就是说共和党人不是说我们不可能在众议院 推动这个最后的移民改革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你不要单独的这个形式 去用行政的命令去推移这个移民改革 那么杨全 所以说这个两党 其实最后还是说一个 你两党一定要妥协 一定要合作 你才能推动这个法案 如果说奥巴马总统说 好你国会不跟我合作 我就用行政命令 这个事情是不是会 就是说这方向的关系会越来越坏 不光是这样最后要引起告状的 对 这已经有诉状了 这个众议院已经在控告 因为奥巴马医保的事情上 说他单独的自己就推迟了某些这个项目的实施 虽然共和党人非常有意思 他是反对奥巴马医保 但是他说你不能自己去推迟那里面的某些项目 这个奥巴马医保已经是国家的法律 你总统不能说我想推迟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就推迟 你没有经过国会统议 已经有这个诉状在里面了 所以如果奥巴马总统说我单独 我就自己去用行政命令推移民改革 那实际上是不是跟国会的共和党人 可能关系会更快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美国制度怎么设计 美国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是三权分立的 那么也就是说总统有没有权 像奥巴马说的用他的笔来立法 那么国会之所以告总统 还有电话笔和电话 笔和电话来立法 这是他说的 那么国会告总统之所以告 也就是说总统侵犯了行政权 侵犯了立法权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那是不是国会告赢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国会你一定要告赢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国会告总统 那当然是联邦法庭 最后上那个最高法院是不是 那么但是谁有权利 就美国还没有这个先例 谁有权利来仲裁 这个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呢 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是不是 对他所谓的告赢就是说 比如法院说 OK你共和党是说的对 奥巴马总统 就是说他是超越了他的权限 那有一些分析人 甚至是这个倾向于民 共和党的分析人也说 那又怎么样 他认为说这就是事实 他已经清理了 没有办法来谈和他 对就是说实际上你要 把这个总统 比如说把他赶下台 这个权利是在国会 那至少会不会驳回 他所做的决定呢 这是驳回决定还不是国会 不行 不是他是可以这样驳的 就是说一般来说 这个告导总统啊 告导政府是公民去告 或者团体去告 比如说我是买奥巴马一宝 但是你把什么推迟了 让我个人受损失呢 这公民每个人是可以去告的 所以国会每个人 作为公民可以告 但是作为一个国会怎么告呢 这个保罗参议员前段时间 不是去控告国会 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部门 部门监听这个公民的这个问题上 他还特意强调 他说我是以个人 不是以参议院的身份 去公告这个政府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学大家谈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是定于下个星期二 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 以及中期结果 可能的结果会对美国 今后的国内和国外的政策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可以打电话 400 120 120 0551 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现在已经有北京的李先生 打了电话 我们请李先生参加我们讨论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夏宾好 您好 您好 首先 我很赞上美国震撼的民主选举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够实现这样的选举形势 结束中国事的举手人大的行业表演 就美国的总统选举来讲 美国已故资深媒体人海伦托马斯的行业的事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总统的权势和地位 而是关心他是否是一个对国家和人民复权的人 这是美国的震撼民主选举的永久意义 就民主选举而言 中共一直在挥弄国情特色伎俩 这不是中国人民的国情特色 此马到之心 诱人皆知 国家乃人民的国家 不是哪一党派的私谈 我就说这么些 谢谢 好 谢谢北京李先生 小夏 刚才看到 我知道我也很赞同他的看法 刚才看到的电视上看到几个画面 是我这个周末拍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选举 现在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了 所以我们是提前 投票是州法规定的 所以我们有提前投票 这个星期已经开始 是 刚才李先生就谈到 他很赞赏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 特别是选举制度 我们知道是美国 是在世界上很少的 一人一票的这么普选的国家 当然它有选举团 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 我们都会谈到 你一个州 如果多数的这个选民 把票投给某一个政党的话 那么政党把你州 所有的选票都赢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美国这种民主的制度 它这种选举的理念 是完全是美国的立法 这个立国精神的最好的体现 就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 他有这种智慧 有能力来做出 对国家比较有利的选择 杨晨 你有什么 对 我觉得感触很深 刚才这个李先生 谈的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几天 我跟着一些候选人 真的是去 看他们到底怎么竞选 其实我们经常说 竞选竞选 好像都是这种 在万众欢呼之下 什么几千人的集会 支持者在那 喊着说 哎呀 我们支持谁谁谁 不是这样的 其实大多数的时间 他们就真的是 挨家挨户地敲门 我那天跟着一个候选人 跑了一天 我就看看他怎么竞选 真是辛苦 我走了半天下来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选竞选议员 有什么人要去竞选议员 这个非常非常难 尤其你是个挑战者 他当时他挑战 这是你们维吉尼亚的 十一选区 他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对他感兴趣 因为他的背景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人权活动人士 这是很少的 人权活动人士出来 这也是他第一次竞选公职 在维吉尼亚第一十一选区 就是他现任的议员 已经在那做了好几届了 他的知名度当然比不上他 他讲的 是很有意思 我说你形容一下 你一天都做些什么 他说我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 因为我六点钟要上一个电台 参加一个节目 他说当然他们把那好的时间 八点钟给了那个康纳利议员 是现任的议员 因为他是现任的议员 所以他拿到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好 他八点钟 他说我六点钟上了节目 非常辛苦 然后他一天下来 要参加多少个社区活动 华人这个团体也邀请他 后来我们还跟着他 跑了一个犹太人团体 那里面也就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是 那么小夏 就是刚才杨准提了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竞选 我想今天来讲讲 在美国为什么要竞选 因为你参加过竞选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是希望去竞选之后 来实施你的理念 来服务于你的社区呢 还是你想去当官 我就跟你说的当官 我当年2009年竞选过 我们州的议员 我们州的议员的工资 是一年一万七千美元 那么而且是很辛苦 每两年竞选 远远低于平均收入 所以你不能把它 作为一个职业 发财是 购不了钱的 整个州 这个整个当年 我们州的宪法 是托马斯杰弗逊 他们一批人定 这美国国父 美国的宪法 其实按照我们 维基尼亚州的宪法 为标本来做的 那么最后他就说 你那个议员呢 必须在人民中间 你就不在人民中间 你没有一个职业 你专业当议员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脱离人民 我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是我们这有一个议员 就是在南边一个议员 他是一修厕所的工人 他修了三十年厕所 带的徒弟 家家户户修 大家都知道说非常好 结果有一次呢 市政府要征税 他就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就跟议员辩论吵啊吵啊 那议员就说这个 我们没办法征税 他如果这样 我就跟你竞选 这个被他选赢了 因为家家户户都知道他 所以这竞选其实很辛苦的 什么是在人民当中 中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职业 然后在你的业余的时间 你去做议员 还是 这是我们州议员的这个 对这个说法 他们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否则你一万七千块钱 你不可能养家户户户 你自己呢 然后你说到这个 就是说为什么要竞选 其实我每次 这也是我自己很好奇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选 这么辛苦 还要被别人挖你的老敌 连小时候做过什么 通过一个苹果 是真的 就说是不是值得 昨天我们在那个辩论上 我就问那个 就那两个教授 其中的一个教授 这两个教授很有意思 一个教经济学的 一个教社会学的 这个后来问那个 社会学教授 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竞选 你教授不是好好的吗 在大学的职业多好啊 终身的这个教授 他说 他说因为我在课堂上 教学生的时候 他说我老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 有多么多的 做得多么不好 这个国会 你看无所作为 我们的政治体制 需要赶进 后来他的学生说 你天天在课堂上 抱怨什么 是真的 是真的 他说他就是 因为他的学生督促他说 说老师教授 你与其在天天在课堂上抱怨 说你去参加竞选 他就这么 我说那就是你的学生督促 你决定参加竞选 他说是 所以他们是处理 很多我觉得 当然是这个媒体经常去 骂这些议员们 怎么怎么样 国会无所作为 其实你多跟他们接触以后 你觉得 我觉得他心里面 没有一把火 真的 这是英文说的 就是发言的 对 他肚子里有一把火 他怎么说 我当时 我当时也就是 这个感觉 为什么会参选 因为我到时 我每次总统大选 去参加竞选 每次要跟他们那些 技术人去谈 我说我们那个华裔 比如说 我当时 就讲一个 我一干女儿 干女儿 那个上中学 她在美国生的 作文比赛得奖 什么都是 结果他们让他去上 移民班 我非常生气 我说为什么上移民班 他们就说 他家里讲中文 后来发现 移民班 因为是政府给钱 给补贴 给了补贴之后 母语 不是英语的那些家庭 对 这样他就整个水平 给你拉低一下 所以我就非常生气 每次去选举 我就去跟候选人谈 我说我们亚裔 你不要把我们亚裔 作为任何少数族裔 我们有自己单独的要求 我们又不一样 他说你们就少数族裔 所以我很生气 我当时说 为什么那么不反映 我们的利益 我一生气就竞选去了 是的 好的 我们继续接听一下 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下面是浙江的方先生 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 就是共和党 跟民主党的矛盾的焦点 就是那个医保改革 医保改革 我请这个小夏博士 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美国的这个医保改革 为什么这个共和党 这个老师 对这个奥巴马 这个医保改革 这么 就是说 他主要这个矛盾焦点 在什么位置 那么我们中国 大陆中国呢 这个农民工 没有医疗保险 农民也没有医疗保险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退休人员 有医疗保险以外 好像香港 因为香港 我也亲戚在香港 那么70岁以下的 也没有这个生病的话 但这个好像也没有 这个医疗保险 请你小夏博士 解释一下 好的 这里是一个很根本 就两党之间 是一个根本冲突 民主党这边 就现在首先要解决 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共和党不是说 不要医疗保险 但是是 谁来买医疗保险 这是一个根本的冲突 民主党这边就认为 国家应该把人民包起来 就用你大家纳税 这等于是一个 国家平均财富的一个过程 大家都交了税 然后国家就包了 所有人的保险 而这个共和党方面 就认为 说这个国家不能这么做 只有我们个人才有权利 国家不能强迫 我们每个个人 去买一样东西 除了国家以外 他这个奥巴马的健保法案 他强调的是雇主 企业 企业来购买医疗保险 这个企业它就比较复杂了 企业比较复杂 它那个法案 就是说 你有小企业开一餐馆 老板自己都没保险 你要这么一开始做 这个餐馆就开不成了 所以他们要照顾小企业 他们就会做 企业凡是 比如说雇佣50个人以下 就不用给雇员买保险 然后工作时间 有些是半职 比如说你一个人打三份工 一份工每份工 10个小时 谁给你买 是不是 他就说规定 工作30个小时以下 就不用买保险 这医保法案里规定的 所以很多雇主就开始说 我就雇49个人 之后我工作 就工作29个时间 这英文有叫 29 49这个字 这样就造成了 就是非常混乱 等于添多了很多 官僚机构的设置在这 所以现在这个 因为他们要去告状什么 也都是美国宪法说 美国的国家只能够就说 你联邦政府你有权去管 这个就是洲际贸易和外交和军事 你就不能管州内贸易 所以很多共和党方面的人 就主张说 我们把医保作为州内贸易 来规定 而不是州际贸易 联邦政府没有权管 所以他现在一直还是争议 也是争议 但世界上我们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 他们都向全民来提供健保 连在台湾都是全民健保 那么在美国 为什么这种全民的健保 是受到这么多的抵制 这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和政治理念 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昨天的那个辩论的时候 这个教经济学的教授就说 他当然是 他是极力地反对 这个奥巴马医保 他就说我是教经济学 我相信自由经济 他们这个共和党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奥巴马医保 实际上是扼杀经济 尤其是这个小企业 因为你这个雇主 你要花很多的钱去 然后给一些雇员们 买保险之类的 但是我总觉得 这是我的理解 我觉得奥巴马医保 和你刚才说的 很多国家这种全民医保 其实并不一样 他现在 今天刚刚在我们节目 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们这个化妆师 在谈话 他就是个自己 个人雇佣自己 他就是在我们这儿 打几天工 在别的电视台 打几天工 我就问他 要不说你有没有买 那个奥巴马医保 他说我没有买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买 其实并没有 他还是要自己去 那个保险 去那个网站 然后他自己去 像选购东西一样的 我觉得他 花钱去买 对 但是这里面 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个 叫处罚 你要是不买保险 不买就要多交税 要处罚 所以当时有这个争议 也说说这个处罚 是不是说 这是一种变相的收税 后来到 打到最高法院 说不是 最高法院承认 这是税收 是税收 但是政府有权收税 就这么说 而且这个中间 就比较复杂的是 它等于你要是 真的很穷 你上去就都买了 就是人家政府交钱了 就是那个不穷不富的 正好卡中间的 就要交很多钱 所以这是问题 是不是昨天 我记得这个教授说 就是说这个奥巴马医保 是一个 这个法案 也是说没有一个人读过 1600多页 对 他说2400 他真的就说 他说没有人读过 读完以后成博士了 对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争议在哪 就当时通过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民主党人 当时控制的两院 强行通过 没有一个共和党人 投票统一 所以他这个 为什么这个争议 一直在继续 共和党人 当然就是说 我没有一个人在 回到美国的党派政治 还要再回来 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 所谓医疗 医保之争 其他国家 大国 包括像英国 加拿大 大国进行全民医保的时候 都要出问题 就是台湾 新加坡 香港都相对规模比较小 而且台湾 新加坡 我们就说的 亚洲有些医保 还台湾医保 现在出了很多问题了 是不是 就是说 香港相对上 比较成功 那么他们都是 这个国家里头 就是说 整个在经济发展 上升的时候 而且是工作人口 就是参与人口 比较大的 而西方国家 这个是 失业率很高 这个工作参与 比如说 你百分之十几 二十的人 没有工作 这么这种情况 实行全民医保 确实对纳税人 很大的负担 好的 时间有限 我们关于医保 这些话题 先谈到这里 接下来 请湖南的左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左先生 您有什么问题 宝生 你好 你好 我就想到 谈到这个总统选举 就是说 现在当然不是 总统选举 我是说 历届的这些选举 我都看过了 同时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想 一看到这些选举 我就想到 中国在民国期间 那个袁世凯的 那个总统选举 那个总统选举的话 我就不知道 在外国 有没有发生过 就像民国时期 那样的事情 然后 如果说 发生了的话 那他的 就是这个 严重罪行 会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还有呢 就是说 能不能透露一下 就是说 在美国的 历届的总统里面 有没有是通过 中国民国期间 那种选举而 当上总统的 我想请你们 回答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说的是 谢谢湖南组先生 说的是当年的会选 对 是会选串人 这种 这个会选和这个 造假什么等等 这种啊 只要有选举都有 但是呢 就是规模到那么大 那是 就美国 美国的选举法 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 因为你有对手 你的对手是可以 到处挖你的底子 我记得当年 我有一次选举 我有一次 很有意思的经验 就是我刚刚也出了一本书 我就到公共图书馆 去给一个 给一个讲话 就讲书 没有讲我选举 我的对手 就立马派人去 拍了很多照片 就上法庭去说 说这个 我利用公共图书馆的 就是公家机构 来为我自己竞选 图书馆倒是 我仅仅说的书 没有说的任何事情 因为作为作者 他不能剥夺我去公共图书馆 讲自己书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看见 美国的法律 规定的非常严格 到这个地步 还有到什么地步呢 就说请吃饭 比如说你要会选 请吃饭吧 那么美国的法律 也是规定竞选的时候 吃饭是不能有做的 都得站着那吃 等于你的对手 是对你虎视眈眈的 所以你很难有机会 达成这样一个规模 因为新闻媒体的这种监督 也是非常非常严厉 非常厉害 对 那你说到这个 我就说这个会选 应该在美国 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讲到这个 我想有一个相关的话题 就是我刚才想讲 什么决定 最后选举的结果 美国有一个词叫 十月份的惊喜 不是惊喜 是惊讶 惊讶 October surprise 其实这个词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十月份突然发生一些 大家意想不到的事件 像那个埃博拉病毒 现在他们就说 可能这就是 今年选举的 十月份的意外 它可能最后 大家都会关注这个议题 说政府到底 对这个问题处理的 是不是恰当 这个会影响 这个民主党人的成绩 那么比如2012年 总统选举之前 我们还记得 桑迪飓风 实际上很多人说 是帮了民主党 帮助了奥巴马总统 他就在十月底 十月初的时候 刮起这个飓风 然后奥巴马总统 就是亲自到这个灾区视察 记不记得 然后和那个克里斯蒂 野心泽西的州长 他是个共和党人 和他握手 就这个画面 在这个选民的心目中 印象很深 说他是一个可以 和共和党人合作的 有人甚至还批评 克里斯蒂 说你干嘛 对他那么热情啊 什么的 就说很多人说 这个桑迪飓风 当时因为很多观众 他看到的 民众他看到的 就是一个 我们说这个形象 一个image 看到奥巴马总统 到这个灾区 又跟一个 共和党人的州长握手 就对他的选情 就非常有利 所以当时 这就是2012年 总统大选的 十月的意外 那今年可能就是 埃博拉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但是实际上 这个词以前 我觉得他是说 实际上是这个竞争对手 制造出 甚至是制造出来 这个新闻 他不是人们说 天灾人祸 比如说这个当年 里根和这个卡特 在竞选的时候 有人指责 里根的阵营 说到伊朗那 去跟他们谈判 说你不要释放 那个人质 确实后来人质 是最后是 大选以后释放了 就说也有这种指责 说这样的话 如果他当时释放的话 可能卡特就可以连任 但是因为没有释放的话 就是说对这个 里根的阵营有利 这是一种指责了 所以就也有 就是美国可能 也存在这种问题 但是因为美国 我们有开放的这个媒体 大家可以去挖 对 可以讨论 我可以说个例子 倒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就问说 有没有 在美国历史上 有没有汇选 这么上来的总统 我想起就是 19世纪嘛 咱们很多指责 29一次 就肯尼迪和尼克松 1960年的竞选 肯尼迪是多10万票上来的 后来那个 他们在芝加哥发现呢 就找出600多个就已经死了的人 就是在死人投票 所以这还挺有名的一个故事 但是总的来说 他因为他按州投票 所以那个州那几百票呢 是不能够摆动这个 这个总统选举的结果的 但是这是很可能 有可能 但是呢 但是问题 话又说回来是 民众的支持率 只有在差不多 相差无几的时候 才有这种情况 回到这次选举 咱们现在假设 共和党在参议院 重新夺回了 他的多数党的席位 那么国会的两院 众院和参院 都有共和党人把持 同时白宫又是一个 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 而且是任期只剩下两年的 用你的话说 跛脚总统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会对美国的 国内的这种政策 乃至对外政策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看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一个 什么现象 我们就能看着 总统拿起他的笔 不断地说否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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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 也只能是微弱多数 即使拿到多数 那么但是 因为众院吧 是共和党 那么两党呢 很快就能通过 一系列的这个法案 那么在前两年呢 因为头两年 奥巴马是国会 参众两院都在 民主党手里 后来众院在共和党手里之后呢 众院提交了很多法案 参议压着就不通过 所以总统就否决的情况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出现 所以下一次下两年 我们就能看见 不断地就有总统否决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就会使得 就是说华盛顿政治 对外边的这个 人民对华盛顿政治的印象更差 就是因为国会并没有三分之二的多数 来推翻总统的否决 就会形成一个政治僵局 好多的立法 好多的措施 就没有办法通过 没有办法推行 是吧 对 现在很关键就是 就是国内政策吧 僵局就是僵局了 咱们就没有什么太紧急的事情呢 就是两边意识形态 国际政策是个 就是外交政策是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外交政策 像这个伊斯兰国这种 它如果是 乌克兰 对 是 比如说出兵不出兵 对 那么出兵不出兵这种事情 就是 就那就是两边得 就一定得有个协议 否则这边又打完了 所以我们能看到 很多外交政策上的一个 这个辩论 但是也是 不是世界的末日了 因为我记得 克林顿的这个执政的末期 在90年代 也是 他当时面对的就是一个 共和党控制的两院的这种局面 是 就是要 这就是要考验这个总统的智慧和策略 但是 这里有一个 这两个总统是不一样的 就先说了哪一个 克林顿 克林顿总统是 我想他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带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计划 到华盛顿来的 因为当时是 李根加布什两个总统的 他那个12年共和党 人们印象还不错 那么克林顿来呢 他作为比较保守的民主党上来的 他来了以后呢 很快他想推动一些改革 马上就被中期选举就选了下去 他就马上往中间转 就跟共和党合作了 而奥巴马是不一样 他是带着意识形态的蓝图来的 所以上来就要推动这个很多 带有社会改革性质的这种 那么到后两年他看推不动推不推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边的两边 这个互动关系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听众观众都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 如果共和党人在这次选举 中期选举当中大有斩获 重新主导参议院的话 那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 有没有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在我看来影响不会很大 会有一些 但对华政策现在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因为美国正在对付 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所有 这些对付有点焦头烂额 对中国来说 美国是基本上希望保持一个 更多的合作性的关系 对现在奥巴马政府的 亚洲在平衡的政策有没有影响 这个亚洲在平衡政策是有争议的 因为说了半天亚洲在平衡 其实美国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平衡到底平衡哪里了 那么美国当然是跟亚洲 中国周边的小国 做一些关系平衡一下 但实际上的效果并不大 我们再来展望一下 这次中期选举 对两年以后的总统选举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今天我看到 昨天我看到的报道 那么布什家族的前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捷步不实 有可能现在放出风来 有可能要参加总统选举 那么中期选举的结果 对两年后的总统大选 会有哪些扬成 我想先补充 因为刚才在说这个一人一票 我记得每年这个大选以后 有一些这个媒体就说 揭露美国这个不是一人一票 是不是有这样的文章 其实这里面 我觉得它有点混淆概念 就是美国它是选举人团 一个州如果你大多数的票 是投这个候选人 那么所有这个州的候选人 竞选叫什么 选举团的票都给它 它其实还是一人一票 因为你赢得了这个州的多数 所以它把这个票都给你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其实美国的选举 还是一人票 OK 这是我的理解 我想先解释一下 那这个对2016年的总统 这个选举的展望 我想想想你来 你来分析一下吧 我在这想2016年是这样 这个如果你从历史上看 就是说一般来说 美国是八年八年 八年这个党 八年那个党 是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在这后面两届 就是说共和党 如果掌握了参众两院的话 也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对于共和党来说 那么如果它共和党 在参众两院中的表现不佳 或者是在给美国造成很多困扰 那么我想民主党就这边就要出了 就是就会有更多的炮弹吧 特别是现在共和党内部 就有一股制走的力量 通常被人们称为查党的 就是比较更加保守的这么一派别 所以很多选民 对 所以他现在那个新上任的 共和党的那个领袖 众议院领袖就说 我们现在必须 这个共和党现在要做一些改革 否则2016年的总统宝座是没有希望的 那他是接了这个 说起来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前任坎特 在这个被这个教授击败时候 这个教授就是一个 据说是有这个查党背景的 所以人们说这个是不是 这是误导 这是误导 对 就是说是不是未来的两年 这个共和党能够团结起来 还是说会更分裂 我自己个人在看 就是说如果这一次共和党 能够夺得参院的话 对共和党恐怕更多是个好事 就在他有两年时间来 就是党内有一个整合 因为你在在野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有各种反对声音 会非常响亮 当你有就是起码有了这个 就是立法权的时候 你就必须推出政策 你不能只说no 不能只说不行不行不行 是不是 所以这个对党内就哪个人能出来成为一个领袖 就是连民主党方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地方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现在虽然外边都说 他是一定是他了 我个人觉得未必 因为从历史上经验看 成熟太早的候选人一般都不太行 另外从现在的竞选 这个目前他竞选的这个能力来看 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 所以现在确实是为时尚早 民主党人最后能够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 然后他们在党内初选当中会发生什么 这个现在确实是 对 现在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共和党能在参议院夺七个席位 有些这个预测的是多的七个席位 有到或者五个 这些都不要相信他 其实因为我们下星期的这个时间再讨论 下星期 星期三我们再来趟了 下星期马后跑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 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 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 斜线VOAIO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关注红二代 执掌延黄春秋杂志 以及军中大老虎徐才后 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等热点议题 正在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申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